人类,你果然还是找来了呀 老实说,我并不希望你继续前进了 因为这里可是有很多危险呢 你看,一不小心,敌人就出现了 想办法击败他吧 进入战斗后,角色与敌人将会自动进行回合制战斗 当然,你也可以悄悄绕到他的身后 使用特殊道具刺杀他 这样就能避开不必要的纷争,尽可能地保存体力了 这套旅途中也不乏一些有趣的谜题 看到那只猴母了吗?想办法抓住他吧 这样乱追可不行 聪明的猴母察觉到危险后会快速逃跑 你得合理利用地形躲到猴母的视野盲区中 然后突然出现 看,成功抓住猴母了 前面那个是...宝箱? 打开后可以获得商店代币 用于兑换缭乱星级全新服装、水晶、远古传承、三分结晶等奖励 地图中还散落着更多的宝箱,快去找找吧 好了,基本的操作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继续往前走,说不定会迷路哦 点开界面右上角的地图就可以定位自己的位置 还能查看各个任务的方向哦 奇怪的箱子挡住了去路 神雷,你有办法通过这里吗? 嗯,有趁手的工具就能解决了 通过提升探索等级可以解锁特殊道具 比如可以推动这些箱子的距离手套 或者可以跳上高台的弹力靴 这些都能帮助你探索未知的道路 在一些小角落里 偶尔会发现一些散落的碎片 里面记载着我的回忆 如果捡到了 希望你可以好好保存 人类 你可以完成每日关卡 来获得活动角色养成材料 提升角色的生命值和攻击力 也应对更强大的敌人 每张地图对应的玩法不同 比如在第一个关卡中 你需要在规定时间内收集足够多的花朵 红色的地块将在短暂延迟后爆炸 并摧毁该地块上的花朵 随着收集花朵的数量增加 爆炸地块的数量也会随之增长 如果站在这些地块上将受到伤害 所以要小心避开哦 人类 抱歉 我知道你现在有许多问题想要问我 但我不能在这里告诉你答案 请你再等一会儿 帮我做完最后一件事 你 就能安全幸福地生活下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